花生米样的狗 爸爸妈妈去花生星云旅行 领养了一只花生米样的狗 大家都认为花生米样的狗会永远小巧可爱 可吃了妈妈的饭后,它变得好大好大 妈妈很失望,大声说 花生米大的狗哪里去了 你又大又笨,我们连拥抱一下都不行 大狗伤心极了,跑着离开了家 一路上踢爆了好几个灼热的小星球 幸亏它又大又壮 熔岩浇在身上,像洗热水澡一样轻松 紧接着,大狗撞进了又稠又黏的红色海洋 红浪翻滚,它逃进岩洞才能喘口气 唉,原来是超级大业在喝红菜汤 那岩洞是大爷的蛀牙 超级大妈赶快用牙签把大狗弄了出来 它倒是喜欢它,它想当耳坠挂着一定很漂亮 大狗听人夸它,心里实在开心 但它不想永远只当耳坠,所以马上逃了出去 它要赶快回家告诉妈妈 有人夸它,小巧又美丽 可它跑错了路,跌进了蓝星的冰川 冰川非常滑,把它抛上了天空 一瞬间,它看见海上有一艘大游轮 被冰山撞破了 它来不及发出吃惊的喊声 就落进了游轮的烟囱 咚咚咚,正好落到撞破的地方 正好把破洞堵住,不大也不小 大家为它欢呼,夸它是大小最合适的狗 这时,爸爸妈妈正伤心地到处找它们的小狗 无论多大多笨,也是它们的宝贝 砰,大狗回来了 它有许多奇妙的经历要跟爸妈说 但现在只想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等睡够了,它会说 自己也许是又大又笨 但也有人说它小巧可爱 还有人说它不大不小刚好 狗呼呼大睡 头上有大星小星闪烁 每个样子都不一样 有的像花生,有的像萝卜干 但都很美丽,很可爱 小巧可爱 小巧可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